大家好,欢迎来到港京老这个channel 成立这个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经和马经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帮到手,或者喜欢赛马,喜欢看球的朋友 记得按subscribe我们这个channel,开起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确保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了,多谢大家 大家好,又来到真飞国关系时间了 今次赛事就不是跑星期一,没错,就是明天,星期六 星期六是不是真的经常爆冷呢? 反过来说,我觉得星期六的赛事和之前的影片说的一样 大多数华人,无论是骑链,表现好像比起澳洲帮也好,纽西兰那些 即是外国那边好像好一点 所以变相今次来说呢 其实大多数的马都偏向选择了一些华人马房 只有一只半只不是 看看是不是真的华人马房会称先一点 在讲今次赛事之前呢 刚刚星期三的赛事 头关没办法啦 你爆到六千多元,我唯有贵地喊拍手掌,可以说些什么 是不是 宇宙动力就刻乎预期跑过位置 预期之宝针是拍得差 海南宝就没办法,前面被人这样消化就预了他断的 所以变相回来就两只都没有啦 只有宇宙动力叫做捱到第三 那你整个真感我都讲了啦 如果大家有听我们上次的影片所讲 黎超星,汤普森,冷碗,怎样都要拖 但因为我事前说拖不了那么多 而最后真的拍得出来 那在这里可惜一点 不过,反过来这么说 都叫做好彩不中咯 如果中到真感踏宇宙动力 我真是扔掉下边那两关 宽星出集队都不快 那我怎会知道的 信心性是有啊 我做到尾尾,都是追到第四 那这里就差点了 那到尾关希莲用力,我预了他一定 即是非冠色亚的马来的 是了 那是首到再来和开心用区两只都差 是了,没办法 即刚刚选中原来放头 不是说那麽大利的情况下 再加上 首到再来前面 这样,即是回来断了 那开心用区后面又不是追不到 希莲用力都是跟前而已 那所以变上 其实首到再来入组直路 头那200都还是威力小的 后来比那些马就一路 越追越近,结果又过了 因为后下半场其实放头 反而看得出优势越来越少 后面的马越追越近 那所以变上形势使然 这个就 那希莲用力本身都超斑的 所以你放哪个位置 就算你缩他到后桌 可能他都会一样轻松 外面冲过了 所以变上希莲用力就不担心他怎么跑 反而是首到再来差点 那所以变上星期三 那三关来说 叫做 约中了两只胆 美利欢升就没办法 大哥出门我看到 有队他都队不到在前面 在后面 那你真的不用跑 那所以变上就没办法 那星期三那条飞真的差点 那我们看看 今个星期六 这条飞又可不可以有机会 约中了多少了 那首先投关先啦 那选了第二场 那跑这个 的四班直路一千米 是啦 那要了一只 13号精英自尊做胆 那拖着不可党和神希莲人 那不可党呢 其实这个路程就十分之准成的 是啦 那早前 三班跑 那上场刚刚落回四班 王志宏试了铺 诶 好像一般的 跟着都是换回一些 好像 这一班好像换回一些 熟手技工稳阵一点 其实王志宏 其实这些码真的一般的 不知为什么 那不要紧要啦 他回到稀位心跑 那反过来 那首先他不是背最重的 虽然他一号码 他背了133而已 那继而就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会觉得这一只不可党 用稀威心 上次跑了一批 因为其实这只马三班都跑得近 虽然用中逆离 那叫做 那但是下回四班 我觉得很大优势 虽然我档位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一组马 用了个第二 那就输了给天天同楼 那只很厉害啦 那赢得危多福精彩 用事捉完这些 四班直路1000 长期有表现的马 其实都不差的 但是今次的档位再差点 是啦 排到一档 是啦 因为直路赛来的一档 是最差的档位啦 那但是我觉得这只马 应该是有进步之余 还有一些分在手 我觉得四班就算他排一档 以用他上次的跑法来说 应该可以进到的 进到来的 那另外中间 整个都是初出质身马啦 四五六七八九 这只我都觉得一般的 是啦 那你说叫他稍好点的 可能是沈乘成那只 有个档位帮下啦 是不过他三岁仔 那另外多彩多之后 有个十四档 可能有条篮就帮到点啦 另外那些我觉得真的一般点 就是本身他们走规已经不成熟 你还要没有难 给他在赛道中间排 确实左片右片左撞又撞 那回到来会不会有些盲境 都上来我不知道啦 好老实际上看这些试集 我觉得每个都一般的 有些有些 有些仍在慢着习 有些跑规走资未好 有些实际都没收好 就拿出来试一下跑啦 那所以变上我就 对这一堆初出质都没什么好感 反而我就要了13号 精英子尊做蛋白日 有个好档啦 继而最近刚刚那次 跑到了谷草炮迁移 回到来都追到第4 那前一次 直到1千 缩到包尾 因为档位不是那么好 那回到来都追到第3 其实如果 他抽到档位好 即现在抽到10档要不错啦 不用留那么厚 潘顿赢了那次是不用留那么厚的 如果出门上你赢回前 中间位跑 不可党也会在前面射 中间 早点找位 因为有艾多福嘛 那两个 就是艾多福 跟不可党是比较快的 那艾多福 在他里面 照他艾多福应该要用多点力 才能迈到来的 如果不是 不可党其实可以让一让 给艾多福 走先都ok 是的 不用特地斗消的 虽然艾多福有黄智雲减7磅 但是你说那两个选 我会宁愿选一只乐斑的不可党 还有就是十三个精英子专做胆 都说了 有外档 而且梁家俊ok的 今次手马 再加上华人马房 最近又有桑 蒙惠杰刚刚起了 希望可以延续一下他马房的势头 这一场都可以搞得定了 所以变上这一关就要了 十三个精英子专做胆 拖一额不可党 还有三号 神兴禮人 接着来到第二关了 选了第四场 四班千尔米 我就选了 这一关只买两只 连赢位置 胜利神区 踏二战上升 二战上升就不需要多说 上次怎样赢发夸张的程度在哪里 他夸张的程度不是在于他赢多少个骂位 而是看着河好运 突然间加速标上来 布文耍一下他 哎你到了 然后再推多两步 然后二战上升是一路越弹越脱 就是河好运的 河好运的 河好运的 潘顿已经抽了鞭车 后来知道不够都收了手了 你见他赢了一场的姿态 真的相当之轻松 当然你可以说他下面 撇除了一头两名 其余那些四起了精明选 就是延心声劲大 威马苗玲龙校园那一招 好像不太厉害 但他两个是脱离了后面的 最近叫四起了跑第三 都在说输四个几码位 输给他两个 所以变成我觉得上次都跑得不错 而且上次两个什么的榜都不是特别轻 都没有131 今次二战上升也是没有135 何好运去了另一组 二战上升分了另一组 又继续抽个好档位 我觉得他再赢的机会相当之大 另外选择胜利神的原因就是 若然明天得地是你放头 或者有点湿湿的 不知道下不下雨 湿湿的其实对他有帮助 再加上胜利神本身他跑法够主动 等在前面走 那不是说二战上升追不到 我是期望后面其他那些马追不到 二战上升我相信都赢面相当之高 但是相当之热 是不是呢 现在都在买过四 明天都应该未必有 可能过三都不出奇 但是胜利神区够冷 十二档一定跟你抢 然后埋栏的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跑得进一直 因为我这一关就只是马连赢位置Q 那羊羊大道呢 其实如果明天下雨临场可以选的 如果真的在开跑前见到 下雨是可以选的 记住 是的 刚才说漏了可能 大家没有留意到 明天不是跑下午的 跑下午的 四点几 即是不是跑十二点几 那些 是黄昏马来的 还是星期六的 那羊羊大道 说回先羊羊大道 下雨有帮助的 跑得湿地 上次精选威 叫做无端端 对了一条Q出来 但是 这次跑沙田 从来都不好的 是的 跑马地会叹叹叹叹 所以变成 你说今次过来 沙田 上次又跑得好 我都不太看好 另外还可以 试下的就是 那只 日池千里 我觉得他初出那支千二 跑得挺好的 之后那两支都跑得一样 但我觉得 上次试了 曾情千四都不行 回来 千二虽然排大外当 看看他怎么跑 会不会留后 还是让他前面放 我觉得 这支都不要看笑 另外这场马 有一支 又是黎超星 搭湯普辛 随时又搞局 尚尚感恩 现在都卖32倍 跟真感差不多 小心 临场的 自己拖一票 尚尚感恩 这个骑连组合 你不需要你的马 没有状态 是的 突然爆就爆 等于魔法速度 就是第一支爆你 你觉得他很好状态吗 好状态 就不是这个赔率 是不是才有看 大家有没有共督 看到他的视频 就不用四十几倍 第一支几十倍爆 真感又是 没有方没有性 有状态 你都不想过得到前面的时候 就要爆你 所以这个组合 不需要你会 即是你说 他没有什么状态 有赔率就拖 是的 那上面上这关我就简单些 只要了两只 一号以战常性 搭着百合胜利神区 是连赢位置 这一关 最后 就是第五场 尾关 就选了四班的千四米 千四米 都真的 的确跟之前所说 热门不是说那么稳固 但是 我就选了10号 用冠裙做胆 拖住了一只 一号仲冒年代 三个时间簿 不小心 堆了两只业初行的马来 我都害怕的 就是以第三关 其实我想要机缘最梦 但奈何十四当 你铺铺都跑十四当 你怎样追 虧了 每次都 不是不想撑 郑铺 但你这样初这些档 真的好虧的 用冠裙应该不用多说 跑完一局 连赢两局 都是千四 虽然你可以说 都是五班马 但是五班 赢了 后面三个多招 赢了 起外线 桃花多 友谊喜悦 这些马 这些马在五班 一向都是跑开 勤有表现的 我觉得上次是出色的 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在四班 轻球是有得赚 还要抽好档 这只马又够锐 够fit 所以我就 加上苏惠言 今个星期六这手马 都真的相当之不错 就是整套 看下来 我觉得这只勇冠裙应 应该是可以有表现 交得到的 就算不赢 跑比赢都不错 但当然啦 我觉得他似乎会赢得到 跟着 然后 然后就是众梦年代 潘顿和文家梁合作 大家都知道 会似乎金转过人之后 其实不多 有合作的都会动手 另外就是这只马 千四马 是赢过的今年 在暴民手上 暴民换用潘顿 表现就好 过潘顿换用暴民的 同时在千四 好表现之上 你就不要计数 你撞着跑变化 你的马不行 沿途在后面 不知道跑了些什么 所以变相 你不用看的了 今次换了潘顿下去 当位八当没什么特别的了 重磅这只马 都不是第一次变 对了 纯粹都变133 又早前去跑马地又变135 我觉得这只 重磅年代 冷冷的 有十多倍是可以要的 这只马有状态有成的 另外那只时间宝 这只马有进步的 虽然赢完马之后 你知道这个马房 要他打一搭 难过登天 隔了四铺沙 又去跑马地试过 又走唱曾情千四 又试过 上次的曾情千四 又跑得不太差 沿途留在包尾 回来都涌下涌下 都追了个第六 三岁仔 这只马 虽然都是要背重磅的 但今次又缩回来 即叫做 见上次追得好 继续跑千四 这个档位叫做比上次好一点 希望不用留那么厚 可以随后又冲一段 另外其他马来说 可以要7号法乐高球 即马上 跑了两局 第一局 周晋乐和他试一试 回来好像一般的力量 接着上局布门和他跑 增情还要 缩后一点跑 回来输两个多历 不是输很远 输给精英金榜之星 信心星这些马都OK的 赢到马主洪峰时间保 是了 我觉得表现不错 上次法乐高球 不过 叫做经验上比较浅一点 还有如果档位上没那么好 跑二跌 又或者有机会要望空虚三跌 又行不行呢 这个又是另一样东西 或者法乐高球都不错 另外龙城强张 当然啦 神粗伟达都摸到实的 自己都不敢给其他人碰 自己碰了那个 上次一样排十二档 但蔡明少发挥得好 转回入队一望空就冲了 都赢了那些秒算高歌 超好运 胜意这堆马赢了个几身位回来 但是上次背着都挺轻 116 今次都加了不少磅 123 继续排十二档 那是不是用上次的战略呢 但今次来说 这种马放头马 即是未必遇到个暴速 拉得够松够快的话 又有没有得那么好追呢 是啦 这个就是另一样东西啦 所以这种龙城强张 我就没有要到放下了的 另外我觉得有个冷门 可以想下的就是 就是 星运黄着 其实都不太冷 现在都马上七个几十倍内 但我觉得马上ok的了 应该差不多到 不过 他最近是增情走了去跑谷草1650 是啦 今次又缩回来跑千四 又不知能不能跟得到 是啦 因为始终你走上去跑1650 那步速和千四是两回事来的 不过 很多时都说了 缩程都大机会增情的 那看这种星运黄着 这样缩回来跑 又会不会有表现呢 还是因为想下班呢 是啦 那大家 自己想想啦 但我觉得星运黄着 可以推介给大家 隔一票的 那其他马就没什么特别啦 千里如飞是初出的 但是我觉得一般的 那一路宽腾 更加不用说啦 连续两场都厚到 都看不到 不知拍了些什么 那变相其他马就没什么特别 那这场呢 要一只十号勇冠群英做胆啦 拖着一号组梦年代 和三号时间保的 那再讲一次今次买的东西啦 有点不同的和以往 首先头关 都是位置Q啦 十三号精英子孙做胆 拖一号不可挡 三个神希丽人啦 次关只买两只 连赢位置Q来的 就是一号以战常胜 搭八号胜利神区 那尾关又去回位置Q 又要一十号勇冠群英做胆 拖一号做梦年代 三号时间保 一样都是三穿四 一样都是十元住 都是两个水的 是啦 那看今个星期六 即明天 会不会有点魂啊 搞得定 赢回多少啦 多谢大家收看啊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条片的内容 可以按一下subscribe 然后可以开起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们的资讯啦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的话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们见到就会立刻回你了 多谢大家